最近联邦政府拿出来的计划 出台对加拿大控股的小企业 实际上是首先税率是降了 刚刚另外一位会计师都说清楚了 那么就是一项来说 加拿大控股的小公司的税率 是在七大公益国里面是最低的 尽管现在美国也在降税 但是目前还是加拿大是最低的 那么这个最低并不是说漏洞 实际上是这个非常清楚 是政府有意的引导 要希望这个小企业创造更多的机会 更多的就业机会 让他们扩大生产 扩大自己的这个运作